因為網路上做過一個表 當然真的假的不知道 就是台灣各縣市的 所謂的小弟弟的長度這樣子 那其實看下來大概都是 平均在10.5到11.5左右 也就是11公分上下這樣子 那來尋求你協助的這些所謂的 我們不要講患者吧 講客戶 大概是多小 所以他會來做這個手術 其實有8成都是在正常range的 我這邊還是要先跟老師講一個觀念 其實G點 女生的G點 離陰道口大概只有5公分 所以我們只要再加前後移動的距離 我們只要7公分以上其實就很不錯了 所以不要有過分的焦慮 7公分 你根本7公分就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要帶給大家一個比較 健康的概念 不要這麼焦慮 那有8成來找我的都是在normal range的 那大部分會來做 就是所謂的更衣式症候群 他們幾個兄弟出去泡湯 出去打球 秀出來的時候就覺得 這樣聲音好像談不成 朋友做不成了 所以就來處理一下這樣子 客人他就跟我說 他原本都會這樣遮住地鐵 做完之後他出去都不用那麼麻煩 那些求證者 其實他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心理因素 那你遇過所謂的不正常的就是 比如說多小 我們最近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來的時候大概就是4公分 大人成人 對成人4公分 那因為我們數前其實都會收集病人的照片嘛 就是數前數後我們可以比較嘛 那我們收集的照片就是 你未勃起的時候360度的環繞照 跟勃起之後360度的環繞照 那諮詢師傳來照片 我就說欸不對啊 他應該要傳勃起之後的照片給我 因為我怎麼看都勃起前 他說 他說他就問一下 他說已經勃起後了 對對 勃起後也才大概6公分 所以真的是需要幫他 弟弟太小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是主流有分為 微整類型的跟手術類型 概念上是陰莖其實組成很簡單 就是你的海綿體外面有一些積磨層 然後有包皮 就這樣 所以我們會把皮層把它吞下來 在你的海綿體外面呢 多加一層厚厚的液體真皮片 那液體真皮片呢 它的概念就是 是個鋼筋的概念 我們把你的陰莖裡面裝鋼筋進去 你身體的組織水泥會自己灌進去 就會加粗加厚 陰體真皮片它平常就那麼大嗎 它就是 還是因為我們海綿體 因為沖血它才變大嘛 對 那如果你平常就那麼大 其實對生活並沒有很方便 這個是更先進的概念 因為傳統我們會用矽膠板去裝在裡面 它就會讓你隨時都頂著不舒服 但是液體真皮片它是有延展性的 它在你休息狀態的時候 我們所謂這叫皮軟期 就是疲憊鬆軟的時期 它是軟軟的然後碳在那邊的 但是當你沖血要準備上戰場的時候 要開心的時候它可以拉開 所以它是有延展性的 所以最早的是用矽膠 有些早期是打礦物油或者是用矽膠 礦物油 對 就是像人家打肌肉的那種 讓麻糬變大 對 但是那個很容易會有感染 或者是跑胃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麼講 我們就講最早比如說矽膠來講 就是你知道我們人在激烈運動的時候 當然不是指那一件事情 我們說真正的運動的時候 你的那個蛋蛋跟你的弟弟 它其實會縮起來的 因為防止它被夾到 最早是用矽膠 那其實它運不方便 對 而且應該這麼說 現在很多狀態 像我們有做 我們現在有做一些運動員 或者是應該不要說運動員 應該說健身選手 他們上台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你肌肉大快 你的弟弟不要太萎縮 人家都會說什麼運動員 那類固醇打多了 那小小一包 但是他們這樣的狀態 我們會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在它的陰莖 在它的陰囊 打一點肉毒感菌素 這些東西原本是打在臉上的 讓臉上的肌肉不要收縮的 但是我們打在陰囊 打在陰莖的根部 會讓它 然後同時呢 我們在陰莖裡面打一點點玻尿酸 它可以讓它 你在休息的狀態的時候 也是垂墜在那邊 然後看起來很雄偉的 那很多人其實就在追求這個 無時無刻去哪裡晃在路上 就是很有自信 一理真皮便是讓它增出 對 可是增出它沒有變長啊 變長 老師問這個問題非常好 對啊 增出以後呢 我們可以讓它 用一點點玻尿酸增加重力 我們陰莖其實有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你原本 平常都會露出來的外陰莖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平常在體內 內陰莖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是你這輩子其實都不會看到它在根部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改善的是把你的potential拉出來 就是熬敗那一招縮陽陸 對 我們可以把你縮進去的陽放出來 那做法其實很簡單 因為就你剛才說的嘛 我們其實平常緊張的時候 都會有點回彈 對 那我去打漏度感激素讓它不要回彈 它就放出來了 OK 所以差別可以差到2到3公分 如果你原本回彈得很厲害的話 那再加上一點點重力 就像你的陰莖在做過重訊一樣 它就把它拉出來了 所以目前做過的客人 求證者滿意度都滿高的 那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小時候看過那一種 就是用那個真空的什麼把它吸出來 像拔罐這樣子 那個其實是你持續使用一個月 它是會短期改善的 因為它等於是利用真空在拉的時候 會刺激你的血流真身 它會去改變海綿體的強韌度 所以短期使用它是會有效果的 確實會有效果 但是放一段時間 如果你又沒有訓練身體習慣了 可能又沒有了 它就又回去了 對對對 OK 好 那所以說 但是比如說那個如果說吸過頭了 會不會受到損傷 會 所以那個通常不建議 就是一次使用不要超過萬半小時 而且現在比較建議的是叫Bathmat 我們沒有代言沒有自務行銷 但是它那個顧名思義就是 你在洗澡的時候使用的 它是讓你因為裡面有水 它利用水的那個負壓抽吸 所以可以一邊洗澡一邊訓練 帝王神功是真的 真的有人 不能說它是真的假的 掉漆99公斤這樣子 應該說有人真的在練 真的有人在練 對 然後真的有練成功了嗎 我目前遇過有練完 但是有造成一些副作用的 就是我們陰莖其實在根部 會有一個懸韌帶去拉著 它是保持陰莖穩定度的 那我們有一個手術叫做懸韌帶切斷手術 我們會把它切斷之後把陰莖拉出來 但是他們是用硬拉的方式 他們不是用手術的方式 他們把那個韌帶拉鬆了 所以變成真的變長了 但是穩定度也變差了 就是會垂在那邊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說剛才講到所謂的寬度跟長度 對 那硬度你們能處理 硬度可以 印度我們先處理海綿體嘛 就我跟你說的海綿體 海綿體的血循 要先處理它的血循 那當然現在比較主流的是利用一些藥物 去增加它的血流 那另外呢 現在有一個在國外很流行 叫做P-SHOT 那這個P-SHOT 它其實就在海綿體裡面打生長因子 在海綿體裡面打生長因子 對 有很多文獻是證明 就目前現在大概有幾十篇文獻 我最近才剛整理而已 有幾十篇文獻說 在陰體裡面打生長因子 它可以讓硬度改善 那我們現在長度 寬度 硬度都討論了嘛 那我們現在來聊一下角度 角度很難 角度如果是偏移三十度以上 有時候甚至是一個疾病 對 這是PANNIERS症 它是螃蟹這樣 對 但是要不要處理 這是見仁見智 我有客人來找我 他來就是很偏 是一個像那個螺旋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他是來做矯正的嗎 我選這樣應該是很特殊的產品 說不定有市場啊 所以他沒有要矯正 他要做真粗 OK 但他那個很難做 因為他的皮是旋的 所以我在幫他 把皮片放進去 我要對齊的時候 搞超久 因為我覺得 原本我是照常規方式套上去 套上去之後 奇怪 好像跟一開始長得不太一樣 他發現說那個點偏掉了 所以我們就重新再拆開全部重逢 那算滿有趣的體驗 而且他還生兩個小孩了 所以代表說 就算彎曲 你只要 你找一個拼右邊的女生 搞不好 好 那他可能不是彎曲 對 他可能他就是喜歡這樣子 上鉤很難處理 我有好多客人來問我 那所以 有沒有可能 就是你在一個手術裡面 一個療程裡面 處理好他的長度 寬度 硬度 尤其是到最後所謂的角度 我原本覺得這是不太可行的 但是後來因為 求診者的要求 我就嘗試做了幾次 後來發現這些東西 只要你配套得好 都可以完成 所以我現在幫我的求診者 處理的都是整套的 來 我幫他做結紮 幫他做真粗 真長 真大 然後龜頭也真大 我一口氣把他全包了 對 就讓他等於是 二轉